混音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觉得张哥哥把他怎么样 给我闭嘴 没有贺总的授意 这些人怎么可能往私人家折磨他 装什么好人呢 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意思 还有什么可见识的 既然他发展高手工作了一整天 你不知道吗 跟我说 他怎么要搞少了 只会伤害他的人 不配慮他的身边 顾云昭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不敢动你 贺诚 住手 贺诚 住手 姐 姐 你真的为了这个男人拿你的命来威胁我 逼我的人不是他 是你 反正我现在就是乱命一条了 一无所有 我恳请你 放了他 那如果我拒绝呢 好 你疯了吗 放了他 你到现在还在想着他 我说让你放了他 带他滚 简 简 简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贺诚 你心里是不是爱我 先爱上的那个人 是书家 季大小姐太自信了吧 我贺诚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这种杀人犯 我只不过怕在公共场合闹出人命 影响了贺氏集团的声誉 那就好 好 贺总 希望您紧急 我继安 不过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是一个为了钱 就可以张开双腿卖笑的小姐 我不知道你过多的关注 我求求您 等我将那笔钱还完 你就放了我吧 好 那我祝你成功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既然是贺总的女人 那是我们能随便乱动的吗 对不起张总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废物 废物 张总 既然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得赶紧给个主意啊 什么主意 我能有什么主意 张总 您那么羞辱吉安 如今 他得了贺总撑腰 您觉得 他会轻易放过你吗 你什么意思 依我看 贺总绝对属于情未了 吉安早晚有一天会翻身的 张总 您可是 把吉安的衣服都给脱了 到时候他就够算账 咱们 可就都跑不掉了 这么说 我是玩了贺琛的女人 完了完了 这不死也得丢半条命啊 是啊 所以我们必须得用点硬手段 让吉安乖乖闭嘴才行 我们不主动出击 到时候就只能被动挨打了 有道理 你想怎么办 好 我 就怎么办 季小姐 柳主管 上次的事真是抱歉 我确实是没想到 张总他玩得那么 柳主管 这件事情我没有怪你 是你给了我赚钱的机会 我要感谢你还来不及 是我们向你道歉才对 这是上次赔酒 张总给的钱一分都不少 另外张总想再见你了 我觉得不必了吧 你别怕 现在有贺总护着你 张总他不敢怎么样的 他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 没有得到你亲口的原谅 他这心里总也不踏实 那好吧 我跟你去 刘姐姐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就是这儿了 你又干什么 刘姐姐 刘姐姐 终于等到你了 把她带过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我要回去 刘姐姐 我求求你 让我回去吧 季安 姑姑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凭什么多做她 该死的那个人 应该是你 季小姐 别怕呀 上次没让你挣到钱 这次我就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 这里有一百万 只要你能通过我的游戏 这些 都鬼 季小姐 赌一把换自己自由 很值了 您想怎么玩 很简单 憋气 一分钟二十万 公平公正 绝对成心 小安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她不敢怎么样的 别怕 好 我同意 张总可要说话算话 季小姐 佩服 两分钟 季小姐 这就是你的极限吗 张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啊 张总 这女的不要命了 会不会真的出事啊 既然你这么关心她 那就下去陪她吧 嗯 既然你这么关心她 那就下去陪她吧 那就下去陪她吧 嗯 既然你这么关心她 那就下去陪她吧 精彩精彩 真要更有意思吧 我以为你错了 赫琛那玩意儿我会怕她 你太天真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六一 我也得起人 还有力气救人哪 兄弟们 帮帮她 干什么 在哪儿 张总 张总求求你放过她吧 她真的会死的 我看 赫总 会为大赛十三楼 快来 他妈的别让她放手机 他妈的给我打